一段情 流川人呢 我好幾天沒見到他 叫我 我最近聽到一個有關鏡子的傳說 說在午夜十二點的時候 對著鏡子削蘋果 就可以在鏡子裡面看到未來的另外一半 三立都會台三十頻道 本週五晚上十點 我的自由年代 今夜 は在空間 有我在開場 有一個狀況 有一個狀況 лег童 有一個狀況 我會見到你 往下